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走文庆丰的甜品店在大菜市经营更久将近八年的时间 培养了不少老顾客 但是因为市场政策的关系 店家在今年二月底离开 已经找到新店面正在装潢 舍不得在大菜市的时光搬到新店面 周边邻居其实也很看好 自民族都打水了 已经有固定的课程了 在哪边做都一样 大菜市是个老市场 自从这些年轻的文庆店加入 带来不一样的客源 但是部分文庆店离开后 对当地老店反而造成影响 离开的网美文庆店 和持续坚守老店面的形同分两派 面对原有市场老店面的不舍 甚至传出不愿同甘共苦的杂音 面临市场即将改建 他们也只好另寻出路 对百年市场来说 原本注入的活水 随着拆迁计划 市场的活力似乎也大不如前 3D新闻台南综合报道